嗨,大家好,我是尤尤姐 今天我要介紹一本書 它的名字叫做《四季節人間負氣》 我要介紹裡面的金錢變成綠豆 金錢變成綠豆在面部是在講說 從現在有一個人,他想要去出外旅行 然後他存了一點錢 然後快要可以出外旅行的時候 他有一天想要出門 就把錢交給了隔壁的米店老闆 然後他買完東西回來的時候 那個米店老闆竟然不見了 然後店也關門了 然後隔天他再去找米店老闆要他的錢 結果米店老闆說不能 那些錢我已經花掉了 這本書的代意就是叫我們以後不要說謊 要純實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